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表示说他们周二的时候来到了北京一间医院来寻求治疗 在那里被诊断出了肺鼠疫 鼠疫就是曾经让人闻风变色的黑死病 在中世纪欧洲曾经杀死了上千万人 并且蔓延至亚洲或非洲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中国当局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鼠疫有蔓延的趋势 要求加强检疫措施 防止鼠疫的蔓延 但是这一措施当时并没有对公众披露 接至两名内蒙古患者的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李基凤 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微信当中就发布了 关于两名患者11月3号前往北京朝阳医院寻求治疗的帖子 但是此帖已经被删除 纽约时报的记者尝试联系李基凤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而朝阳医院也拒绝对此事进行置评 在已经删除的帖子里面 李基凤写道 他接诊的患者是一名中年男子 当时在发烧 并且称已经有10天的呼吸困难了 他曾经在内蒙古一家医院求医 但是病情没有好转 他的妻子也出现了发烧和呼吸困难的问题 经过这么多年的专科培训 对于绝大多数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诊疗 他能够驾轻救赎 李基凤写道 这一次他看了又看 完全推测不出是什么病原体导致的肺炎 只觉得是少见的病 据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说 星期一的晚上 警方隔离了朝阳医院的急诊区 纽约时报称看到了一份指令 说中国审查机构 指示中国国内的在线新闻 聚合网站屏蔽和控制 与鼠疫相关的新闻的在线讨论 美国军方用抖音征兵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表示 美国军方使用抖音美国版和其他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进行征兵工作 引起了担忧 称个人数据可能会与中国政府共享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舒默在日期为11月7号的写给陆军参谋长迈凯西的一封信当中 就表示说国家安全专家对抖音的用户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提出了担忧 他说鉴于法律迫使中国公司支持并且配合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情报工作 这些信息可能会被泄露 一名陆军官员表示 军队征兵人员使用抖音进行外联 但他们既不要求也不分享该平台的个人信息 而是转向传统的联系方式 比如电话以保护招募的信息 这位官员表示 军方已经询问了国防部长办公室 征兵人员是否必须停止使用某些沟通方式进行外联 香港中文大学即日起放假到2020年的1月 随着香港局势的不断恶化 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香港中文大学宣布 从即日起放假到明年的1月 根据BBC的报道说 香港中文大学于13号下午的时候宣布 2019年到2022年度第一学期从即日起提前结束 所有在大学本部进行的课堂取消 直至2020年1月6号第二学期开始 正常情况下 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学期应该到圣诞节前结束 除了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进会大学当天也宣布了提前放假 香港中文大学周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校内多处黑烟四起 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在校内二号桥对峙 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砖头 汽油燃烧瓶等等 警方发射了催泪弹还有橡胶子弹 并且用水炮车发射了蓝色的催泪剂驱散人群 校长段崇志和前校长沈祖瑶先后到场进行调停 均遭遇了催泪弹 根据香港医管局的数字说 截止到星期二的晚上12点 全港一共有51名伤者被送院 但是没有具体学生受伤人数的统计 11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发表了联合的声明 称警方多次的无理强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 中大手足顽强抵抗誓死保卫家园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面积广阔 其中百万大道以及烽火台 一直是香港学运以及民运的聚集地 2012年反国教运动 2014年雨散运动 以及纪念1989六四事件集会都在这里举行 林郑月娥的班子最新的民意调查 显示民望全部见红 根据法管的报道说 香港民意调查所于10月底到11月初 电话访问了几千人 发现香港特首以及16名司局长的 最新民望数字都见红 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 更较上次在9月底进行的民调低了0.8分 支持率净值为-71个百分点 16名司局长当中与林郑月娥一起 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 律政司的司长郑若华和保安局的局长李家超 更是在司长和局长民望榜当中成为了包围大班 郑若华的民望净值是-68 评分只有14.1分 李家超的民望净值更大跌至-63点 而受风波的拖累除教育局长 杨润雄支持净值微升两个百分点之外 其余12人的支持净值率均告下跌 新疆近500个秘密集中营不为人知 根据法管的报道说 一个旅美的维吾尔组织就表示 他们有证据证明 新疆近500个秘密集中营不为外界组织 因此被关押的穆斯林人数 可能要远超捍卫人权组织估计的数字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位于华盛顿的疆读组织东突民族觉醒运动 星期二的时候召开了记者会就公布 他们通过分析谷歌地球数字地图照片 并将这些照片与他们掌握的实地的信息做比较 找到了182个推定为关押穆斯林的集中营 并且发现另外209座疑似监狱和74个 可能是劳改营的地方 该运动的一名负责人凯尔·奥尔伯特就说 到目前为止这些地方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定位 也就是说被关押的人数要比目前估计的多很多 另外他还补充说 这些还不算他们发现不到的基础设施 美国前情报分析师 东突民族觉醒运动的顾问 安德斯克尔就表示说 这些地点当中有大约40% 在之前没有被提及过 美国与多个人权组织评估认为 在中国新疆有超过100万的穆斯林 被当局关押在政治再教育营当中 其中主要是维吾尔穆斯林 凯尔·奥尔伯特谴责中国当局 此做法是监禁种族灭绝 他说如果他们每天杀1万人 就会引起全世界的震惊 但是如果让人在监狱当中自然的死去 那么全世界可能会闭上眼睛 他说他认为中国当局就打算怎么做 斯诺登自传中文版遭到了中国的审查 能进门的披露者 前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 发推特表示说 他的新书永久记录中文版 关于国家监控 以及民主普世价值的内容被删 并称将在近期免费分享真正的版本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目前流亡俄罗斯的斯诺登 在11月12号发推文表示说 其自传体新书永久记录的中文版 遭到了审查 这违反了合同 他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出版商 印刷原版的未经审查的版本 并称 我们将在几周内免费在线 分享真正的版本 这条推文是斯诺登用简体中文发的 他还为自己的普通话不好而盗窃 此外 斯诺登还用英文发表了更多的推文 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事件 他表示自己看到了被删截的版本 拿到了一些最糟糕的例子 他表示会将这些片段重新翻译成中文 揭示审查者想要隐瞒的东西 斯诺登也在推特上向人们发出了呼吁 如果你懂简体中文以及另外一种永久记录的翻译语言 请贴在该帖子下面 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补全中文版缺失的段落 他表示可能还有很多我们尚且不知道的改动 但是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盯正这些审查的修改吧 他还表示说谢谢你们帮助中国的读者 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实锤 中国科学家认罪 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中国科学家周尔在法庭上认罪 承认从美国石油公司窃取了电池技术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穆德斯 就指出这名中国公民的认罪 是中国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右翼实力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35岁的中国公民谭洪靖是美国永久的居民 他去年12月被捕被控窃取商业机密 美国司法部指出谭在美国俄克拉和马州的北区法院认罪 罪名包括盗窃商业机密 未经授权获取和传播商业机密 报道指控谭洪靖盗窃的机密 与价值预10亿美元的产品有关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莫斯 在一份声明当中就指出 谭的认罪是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又一个实力 美国检察官特伦特·肖尔斯就表示 谭洪靖这样的工业间谍的任务 是获取美国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 中国的经济侵略对美国高新科技产业构成了威胁 特斯拉也要德国制造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宣布要在德国的柏林地区建立超级工厂 这将是特斯拉继去年宣布 在上海开设工厂之后第二个海外的工厂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全球的知名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计划在柏林附近建立汽车和电池工厂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星期二在柏林公布了这个消息 几家新闻媒体引用了马斯克的声明说 他正在柏林参加一年一度的黄金方向盘奖 该奖项由图片报旗下的汽车杂志汽车话刊所举办 图片报报道表示说 马斯克说新的工厂的厂纸设在尚未完工的柏林 柏兰登堡国际机场附近 另外马斯克还在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 特斯拉将在柏林开设一个设计和工程中心 不过他并未透露工厂规模或员工人数的细节 与此同时 该公司星期二开始在德国网站上面发布了招聘的信息 气候变化 酿成威尼斯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水灾 学校关门圣马可教堂受损 这座泄湖城遭5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水侵袭 威尼斯的市场惊呼这是一场灾难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威尼斯城著名的圣马可广场被洪水淹没 写出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还能够穿着胶鞋行走 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广场上就只见驾停的警察了 午夜的时候水面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海平面1.87米 据该城市公布的数据 这是1966年灾难性的大水以来的最高值 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说 圣马可教堂遭烟水深已经达到了70厘米 并且正在损害墙体 大甲堂工程师坎波斯特里尼对安沙社表示说 我们正想方设法减少损失 他指出水在退在蒸发 但是盐分留在了墙体内 该市的市长布鲁尼亚洛称 这一创纪录的大水是一场灾难 并且动员所有的力量投入救灾当中 在一段推特的视频当中 他宣布星期三也就是10月13号进入了紧急状态 并且敦请意大利政府提供财政的支持 布鲁尼亚洛海指出 将有高额的费用 他强调气候转变是导致大水频发的根本原因 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